我们再来讲最后一个部分 就比如说你现在当你把这个文章做好了 那么你的话你可以你看这里有什么选项 打开图文就不需要打开了 打开图文 就是它的意思是说我之前写过了图文 比如说我之前写过了军训的图文 那么我就在这里可以点击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预览 就是说你做完的时候你可以预览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 这个预览二维码呢 就是说你可当然这个都无所谓 就是说你可以用手 你用这个就可以用手机去扫 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你什么样 但你用电电脑也可以 比如说你看我做的是V点 然后我这个题目是他 然后的话他标的就这样子 来就没有了 这个图片也可以自己去改 然后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保存就是说你 你把这个图文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保存一下 下次可以再编辑 你就等一下上去就好了 这里就是说保你先保存吧 先保存 然后再复制到公众号 这个是复制到公众号并保存 你看同步到公众号 你先保存再同步到公众号 然后的话这里就有很多东西的吧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保存到公众号 同步到公众号 然后的话 你就可以在哪里看到 在这一个首页里 比如说我现在就保存 比如说我现在就保存 同步到公众号 好 你看他的同步 好 到时候你就可以在公众号这里看到了 比如我刷新一下 你看就是刚刚我编辑的吧 操稿 你看这个时候也能够在公众号看到 你看我公众号是老少 我叫刘同学 然后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这样子公众号了 如果说你觉得挺好的吧 我要发送 那我怎么发送呢 我就新建群发 当然在之前呢 你得先把它变成图文好一些 就什么意思呢 你先编辑一下吧 编辑一下 这是什么 这我不知道啊 这好像是深色模式 我新弄出来 好 你看 这里就有个保存并群发 然后的话 你可以这里也说明原创 但是它要有自数限制 有时候它原创不成功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原创 这是我搞个战场账户 这也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新建一个战场账户 然后这个也有点麻烦 我暂时就先不说 比如说我选择其他好 我就新建确定 你看看能不能原创呢 或者比如说是 V点 然后我确定一下 你看看 我点保存 你看看它能不能原创成功 看不成功 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 只有当字大于三百字 它才能算原创 所以你想要原创 你必须得自己要写得多 哪怕说你自己写的 但是你的字数没达到三百字 那么也不能原创 不能原创代表什么呢 就是那你就不能赞赏 因为你要赞赏的话 你得至少要几次原创来 好像是三次原创 所以这是比较令人烦恼的一点 好 那你群发成功之后呢 那就又没有了 比如说我这里保存病群发 保存病群发 好 这个我不声明原创 我撤销声明 那么我保存病群发 你看啊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公众号一天只能发一次消息 但是你可以发很多个图文 比如说我再添加一个图文 草稿一草稿二草稿三 一个一次可以发送 好像是三个图文 还是四个图文 还是五个图文 反正说你一次 如果你一天想发送多个图文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一起就好了 比如说我可以再加一个图文 我怎么加呢 我得再编辑这里加 好 等一下 这又25兆了 我先过来这